大家好 我是赛艇队长 家族自闭 胡思乱想 最近呢 何泽南战 有一个郭有才的网红爆火 几天之内涨了一千万 我现在录这个节目是5月二十 今天5月二十几 5月二十七号 本来呢 我对他啊 没怎么关注 据说他就是一个唱歌的博主 长得不是很帅 唱得不是很好听 到时候说好像唱得有点感情 那就这样的博主 就是按照常理来说 不至于突然这么火 我对他呢 没什么嫉妒之心 我也嫉妒不着 只是说我看见他爆火呀 我真的有一点不太好的预感 去年短视频上 有一个叫秀才的博主 也是短视界内涨了好几百万粉丝 然后就突然被封杀 他就平时就扮演那种油腻男中年 然后突然就火了 接下来就莫名其妙的被封号了 这几年呢 已经有好多东西 我说好多东西是好多内容啊 好多内容就突然走红了 能想到的就是去年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挖呀挖啊 什么秀才啊 那这些走红呢 不是靠什么高质量内容啊 什么或者是惊人 惊为天人的长相啊 天马行空的运镜啊 脚本啊 这些都没有 就是一个手机 拍出来一个一刀没剪的东西 然后就突然来火了啊 这郭友才呢也是一样的 我觉得啊 就是你看这些莫名其妙的内容 然后莫名其妙的走红 我理解他发扬的是什么呢 现在人的生活呀 太无聊了 之所以说互联网上会隔三差五的 就会出现热点 就会有梗 就会有那些稀奇古怪的玩法 根源其实就是互联网群体的空虚和无聊 因为他们在生活当中是缺少那些稳定 持久高质量且快乐的幸福来源 那那些持久的东西啊 你说你爱健身 但你会经常的坚持不下来 你下班太晚 你没工夫去健身房 你爱旅游 你太贵了 这晚上太费钱了 去不及 所以呢 只能通过不断的去跟随互联网 去寻求热点 然后就新奇打卡 来刺激一下无聊乏味的生活 但互联网上的这些热点 这些梗 这些新奇啊 大多都是比较肤浅的啊 比较前表性的刺激 就类似于什么呢 吸毒啊 这种快感 他只能获得暂时性的快感 一旦是这股新鲜劲过去了 那么他们很快就会扔掉曾经那个趋之若鹜的热点和梗 转而去寻求更新奇的更刺激的互联网热点啊 说现在啊 嗯 大大多数这个互联网用户就像一个什么呢 家产万贯的富二代渣男 父母只知道剩钱 不管他 严重去爱 自己不爱任何人 也没有任何人爱他 所以呢 他只能不断的进出各种夜场 各种娱乐场所 找不同的女朋友 各形各色的 然后玩各种西西湖外的游戏 喝各种西西湖外各种口味的酒 来麻痹 来刺激自己这种空虚无聊乏味的生活 但越是如此 这个人他就会越感到空虚和寂寞 那同样啊 现在我们手上有手机 桌上有电脑 有无穷无尽的影视资源 有令人难想象 那种游戏的玩法 还有风不多彩的短视频 无所不包 但是 咱琢磨琢磨 是不是自己打开手机 看短视频已经成为一个习惯了 你在这看了好久 你知道了好多东西 但是你没有像以前那种 上网冲浪啊 打游戏啊 那种快乐了 你可能刷了三四个小时 你看了上百个上千个 美女牛屁股的视频 但是带来的 好像不是快乐 而是那种更空虚更无聊的精神世界 更不要说这个什么 像小时候拎着小板凳出去看电影 那种感觉 或者说在以前吧 就是没有智能手机 或者叫智能手机不是很普及的时代 这个和女朋友去电影院 去看这个泰坦尼克号 杰克和肉丝 有丈夫挨丈夫哎呦看完哭得稀里哗啦的 这属于刻骨铭心了 那很遗憾 郭友才和此前那些火的那些博主一样 他都是 他没法做到说泰坦尼克号 或者是小时候看电影 或者是打游戏那种感觉 他只是空虚无聊的这些互联网用户里 然后他只是一个空虚无聊的 互联网用户当中 一个稍微有点意思的小道具 一个小调味品而已 那很快人们就会把这一切抛在脑后 然后去找张有才 王有才 谢成有才 赛廷有才 继续看 继续乐呵 不过咱说到这还得说回来 那有那么多唱歌的博主 为什么偏偏郭友才会火呢 他固然有平台推送的原因 不过为什么观众会买他的账 我觉得这和现在大部分民众的处境可以说起 一说起民众的生活 哎 可能有人就会说 好日才在后头呢 那更多的人会说 生活还是太苦了 说起来苦呢 就会想到一句话 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不过这年头 这话呀 以前忽悠人还行 到这年头 您还宣传吃苦是福报 无非就是拿大伙当傻子 可能他们是一直拿大伙当傻子 但是还用以前那种忽悠老傻逼的方法 来把现在这些人当成新傻逼来忽悠的话 这有点过时了 这不能这么用了 郭友才的爆火呢 他里边可能也包含着 观众对现实的一种抗争 他歌不好听 他毕竟不是专业歌手嘛 但是有人就会说 哎 能从他的这种嘶吼当中 感受到普通人的无奈与挣扎 哎 听他唱歌会有一种共勉的 共鸣的 认为自己就是郭友才 那郭友才就是自己 这种共鸣和冲击 所以让观众 希望啊 他能活起来 这就是类似于什么呢 这就是类似于一种短视频 就是能让人爽的短视频 和他类似的就是爽门 男主一开始是个废物 出身不好 被人顽虐 然后最后有个女神 那女神还不尿他 后来不知道怎么了 人穿越了 人遇到贵人了 人这个什么血脉觉醒了 总之人就逆袭了 逆袭之后 吊打曾经欺负自己的人 哎 女神 女神现在变成女吊丝了 哎 这个 哎呦 四面八方啊 各个人种 各个民族的 哎 美女 角色头牌 角色花魁 全都被男主蛰伏 然后败倒在他的十六群 不对 败倒在他的十六裤衩之下 反正就是这么一套路 哎 喜欢爽门的人看完了 爽啊 爱看 就跟爱看郭友财一样 你看咱们 呃 咱现在一提这种爽门 好像哎呦 这这这都是精神小伙看的东西 也不是 前百年来都爱看 你想想岳飞传里边 你想想岳飞传里边那个牛稿 还有隋唐演绎里边的陈小金 是不是观众比较喜爱他俩呀 那为什么喜欢这俩角色呢 爽就是一个原因呢 你看牛稿没什么能耐 岳飞赤手攻拳 就能把他自我打趴下 陈小金呢 更是啊 他指挥三班府 跟他那些同僚相比 什么秦雄啊 罗成啊 跟那些人相比 他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 可架不住 你看这两位就是运气特别好 啊 牛稿一不小心 骑在了那个那个四郎主啊 四郎主金屋猪后头 啊 把四郎主活活气死 陈小金呢 当成了混世魔王 大德天子 活到一百多岁 他们的经历 其实就是民众愿意追求 愿意走过的人生路线 对 岳飞啊 秦琼啊 这样的人 疯狂 可他那份能耐 我自个儿没有 牛稿 陈小金 你这种草根屌丝出身 这和我们出厂一样 一生被好运 长半余左右 这就是我们的追求 所以咱也别批判什么爽文 你瞧着没 爽文从古代就有 老祖宗看 看了好几百年了 那为什么 从古至今啊 爽文都这么受欢迎 其实原言也简的 就是刚才说的那个 就是生活太苦了 睁眼闭眼 这都是事儿 有些事解决不了 拖着呢 还难受 这时候就看看那些爽文 爽剧 不用思考 不用管剧情 到底合不合理 反正就男女主人公 都是有光环加深 都是有一炉绿灯 咱干就完了 这顿时就能让压抑的自己 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一些释放 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啊 这种爽文和日本那个爱情动作片 本质上没区别 就你也知道他没什么营养 但是身体还是很诚实的 就是爱看 反正我也没打算说 看完这个东西 我精神上得到多高的升华 我没打算从中学到什么东西 爱看好看 我觉得爽就完了 那你说 郭友财 是不是也是这一回事啊 咱们是 现在不是郭友财 但是自己琢磨琢磨 是不是自己愿意去成为 郭友财呢 我没法代表你们 我承认啊 我愿意 我也想哪天突然爆火 我也有好一千万粉丝 我也想啊 所以他 郭友财呢 我虽然是 谈不上是嫉妒 但是你要说 我俩换一下 哎 那我一点不客气 我可愿意换这个 好了 那关于这郭友财 咱们今天呢 就聊这么多 感谢各位的支持 谢谢各位